很臭的樣子 但很好吃 再次給大家看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之後是不是要重新買一個 我是沒有欺騙大家 因為看到影片進來的朋友 千萬不要被人欺騙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Darker 其實拍飲食節目很多時候 有些菜式是做不到 因為譬如場地是有些設備 譬如好像焗爐一樣 未必那麼穩固 譬如做今天這個梳芙妮 我拍節目在外面一定不會做 難得可以真的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要做一個黑豬版本的梳芙妮 還要加上我最喜歡的威士忌 所以一個是 威士忌 黑豬 梳芙妮 Let's go 梳芙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過 不過做一個法式甜品的時候 其實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其實就是叫做Pastry Cream 要學會這件事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很多不同的甜品 包括今天這個梳芙妮 即是我們先做了一個 是朱古力的Pastry Cream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把雞蛋 蛋黃和蛋白分開 最重要是真的分得很乾淨 即是不要弄爛那個蛋黃 而令到你的蛋白是骯髒了 你待會再去打那個蛋白 它就打尾了 如果你是想安全一點 那其實你是可以打了一個蛋白 在一隻你才倒下去 我曾經試過做一些甜品 是要打十幾二十隻蛋 到最後那隻 出現了一個壞蛋 而那些東西我要重新做 所以做一個負責任的男人 用多一隻碗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很乾淨的蛋白 還有四隻蛋黃在這裡 雖然說這個Pastry Cream 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做梳芙妮的Pastry Cream 和平時 即是可能擠在蛋糕 擠在甜品裡面 那些 都是有一點點的分別 不過大致相同 第一件事 先拿一隻鍋出來 那我們先加了一些糖 和牛奶下去 我們先煮滾了 煮的同時 我們就把另外一些粉類拌勻了 這裡有一些粟粉 還有一些中筋麵粉 那如果做一個平時的Pastry Cream 我只會用粟粉多一點 因為麵粉的感覺就會比較重 但是做梳芙妮 我們都想有那個力度 即是它要夠實正去推它上去 那如果做Pastry Cream 我們可能現在已經是有一些蛋 還有另外一些糖在裡面 但是做梳芙妮 我們做Pastry Cream 因為都想要有些蛋在裡面 才可以有力推它上去 所以我現在就不會煮蛋黃下去 我的蛋黃會待會再加進去拌勻 那當有些滾奶在這裡 我們加進去 記得慢慢加一路拌勻 就不要一次過加進去 你就會有很多粒粒在這裡 一路倒一路拌勻 拌勻它之後 你看到它現在是沒有什麼粉粒在裡面 但是還是一個很流質的東西 它就是好像奶一樣 那證明它的溫度 是未去到可以Active到那些麵粉 粟粉 所以我們要把它回到鑊 煮到它變得稠 變得它好像一個醬 那我們就開回中火 一路一直攪拌它 好了 Pastry Cream 其實它有火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稠 如果平時煮的時候有蛋在裡面 那它一公升的Pastry Cream 你就要在滾起之後煮大概一分鐘 所以現在我這裡的奶是只有百多的時候 總之它滾起 它大概是十多秒 其實那個所謂麵粉那些東西就要熟 那當這個麵粉糊已經變成一團的漿之後 趁它還熱的時候 我們就把朱古力去砍小顆一點 因為你想著很大顆放下去會溶得完 但是通常它都不夠力 那當然我們當然要用黑豬 切碎了這些朱古力 就放進去 那趁麵糊熱的時候就拌好它 假若你的朱古力真的用不完 可以回去用一個小火把東西融在一起 那拌完呢 其實你就會有一塊 有一個Pastry Cream 這個都沒有叫Pastry Cream 因為它沒有蛋在裡面 那我會叫它其實應該是一個朱古力的Base 如果你還沒加蛋 這件事起碼你都能保持到三四天 但是你加了蛋之後 你基本上要立刻用了 那所以如果你不是即日吃得了那麼多的朱古力 其實你這個 再次給大家看 你這個朱古力的Base 為什麼我的形狀和顏色是要這樣 我們不要想這件事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總之把它好好保持 但是如果譬如我今天 我有決心會吃得完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現在拌好蛋黃 那現在就可以加蛋黃 但是 要確定這個鍋是不熱的 當你摸到下去 OK的時候 你才慢慢逐隻蛋黃加下去 因為你一次過加很多蛋黃 你就很難攪得均 那我加了 就是基本上把它拌均勻了 那拌到 你看到那個朱古力的Base 和蛋黃 拌到融為一體 變得好像朱古力漿一樣 這樣就OK了 那朱古力的底子 準備好了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也要有少許 準備好先做了 第一就是找一些可以進到焗爐的 Ramekin那些帽子 有小有大 而這個東西影響的 就是最後你出來的朱古力 是去到幾個高 那你其實越大的 理論上它熱力夠 其實可以保持久一點 所以相對的 如果你小一點的話 有機會是它那個塔的速度會快一點 那我們基本上就拿一些已經放軟的牛油 每一個位置都碰到牛油 那塗完一個coating的牛油之後 拿少許的砂糖 但是如果這次我們是一個朱古力版本 我會混合這個可可粉 那裡大概是一湯匙的可可粉 那我這裡混合兩湯匙的糖 先混合 混成一體 就可以拿一個帽子 放一小匙 這樣沿著那個圈 轉轉轉轉 好 拍走多了的出來 如果你不做這個動作 你的蛋白 那些蛋就會黏著那個帽子 黏著它就不可以很漂亮的升起 你當這是一個保護膜 所以這個是一個必要做的動作 但是除了糖和可可粉 其實你還可以做的是刨一些朱古力碎 總之 塗了牛油 找些東西隔著它 這個是那個重點 現在去到 都算是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打蛋白的環節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蛋白 放在一個廚師機 或者你平時的打蛋器 放在一隻碗那裡 打蛋白最大的敵人就是油 所以你千萬不要在肛裡面 洗得不乾淨 還有些油在裡面 那我會先打它30秒 起一起泡 先不要那麼快加些砂糖下去 打了大概30秒 你看到都已經起了少少泡的時候 我現在可以加大約4分1的糖下去 加少少不要加了 那繼續去打它 打了一會之後 就可以將剩下的糖慢慢加下去 繼續打了 好 打了大概3-4分鐘 那就拿上來看 那如果看到它是非常挺身 其實就可以了 那記住如果它還是有個彎彎的 就代表它的味道很夠力 也不要覺得打得越來越好 你打得再久 那些蛋白就會開始爛了 那去到這裡 我就可以把剛才那個 收腹底和蛋白拌勻它 那拌勻蛋白呢 你就不用擔心很害怕 說什麼一個方向還是怎樣 寧願一開始 你先用一點點 快速去攪勻它 那時間其實還會影響那個成品 多過你這個 是不是一個方向還是怎樣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兩個質地不同的東西放在一邊 因為這個蛋白其實是一個很輕的 好像一塊雲 那你原本那個paste cream 就是一塊很健康的一個底 那你拿了一點點下來 快速攪勻它 變成一個完全是一致的狀態 那其實這個paste cream 已經比剛才那裡輕一點了 那所以我們繼續慢慢加下去 即是頭那些你可以重手一點 即是快速去攪勻它 這個mix搞定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塗在一些帽子上 那如果這個量 其實這樣塗也可以 這樣慢慢倒 你要確定你不會有一些很大的氣泡 藏在裡面 你總之不要很心急 把東西倒進去 放下了一些帽子之後 都要做到一個動作的 就是把它真的敏平它 因為有些是太多的 有些可能就有些高有些低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必要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這樣的工具 你用把刀背也是可以的 因為你做了這個動作 才看到它是一個很平滑的角度 但如果就算這些你放了 你會看到它有一點點拱氣 那我說不行 但出來就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平面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一下快很準 弄完之後 你可能看到那個碗邊會有一點髒 但不要緊 因為我們現在會是抹的 因為它那個碗 和蛋白的中間 我們是想用一個紙巾 或者好像指甲那樣 畫一個圈的 不用說很深的 純粹是轉一個圈 對啦 收尾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因為你割了這個圈 它待會焗就可以升上去 但如果你不做這件事 就會令到那個面 歪靈歪清 我們臨入之前 是要做多一個動作的 就是要把這些Ramekin 放在一個滾水上面 是熱它大概20-30秒 因為這些碗其實都挺冷的 你放在一個焗爐 如果要等它的熱力 令到它夠熱升上去 就可能要等分幾兩分鐘 有機會可能上面已經開始熟了 下面都還未夠熱 做完那個動作之後 就可以進焗爐 大概190度 這個尺寸焗就大概是10-12分鐘 好了 就是出爐的時間了 Woo 確實這個帽子 不是一個很大很高的帽子 它真的去到的高度 就是跟這個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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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試了 它已經搭了一半了 我們玩了這麼久 事不宜遲 試試試 哇 小時候真的覺得吃梳乎 是 人們形容是 我正在吃空氣 但我在想 即是怎樣 加了那些可可 更加令它多一個 朱古力的味道 因為加了朱古力 它的油脂那些多了 其實它的口感 我覺得是 比平時做原味的更多 我完全沒有加到威士忌 好 繼續 無論如何 如果要加威士忌 其實只是加少許 在剛才的底部 那裡 不過我真的沒有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 就真的 直接自己 加少許威士忌 下去 你這個是一鏡子 沒問題 我覺得 為了我要有在裡面 所以 這條影片 我完全沒有欺騙大家 因為看到影片進來的朋友 千萬不要被人欺騙了 鴨仔又威士忌 我先吃了它 其實我覺得這樣更濃 是出色 真的 極盡奢華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吃法 因為它熱熱地 更加你覺得 酒香味 那些還會出色 都是說了 如果要加在底部 如果你想問你是怎樣做 或者怎樣 在留言 寫下來 甚至如果還有什麼菜式 日後想看 有什麼問題 等等 寫在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 當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和SHARE 給更多的朋友 更多喜歡煮食的朋友 我希望沒有令你失望 這件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很臭 但很好吃 不是啊 咖喱也可以 咖喱Sofu 又有新菜式 OK 是這些 為什麼在這邊看了這部機 在這邊 我完全沒有下威士忌 我沒有下威士忌 我們不是要重新買過嗎 它很唯美啊 那個BULULULU 那個也有三個角度 讓你選擇 很認真啊 平常拍攝 哪裡有 有啊 走啊走啊走